咱们来看一下这张作业 基本上呢 这个结构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肩这里 这个地方没有接上 感觉有点断开 这里衔接不够自然 这个地方也没有太衔接上 主要是这个位置呢 有点小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呢 是这个第一个 我们一开始先确定 我们从照片上来看 从照片上来看 一开始我们应该先去确定的是 肩胛骨的形状 这个是背后的中线 然后这个肩胛杠 肩胛骨的内侧圆 外侧圆 肩胛骨的上面 这个大概是肩胛骨的一个形态 然后肌肉是怎么连接在 肩胛骨上的呢 从颈部这里下来 斜方肌啊 从颈部下来 然后一直连接到肩峰 这个位置呢 是肩峰的位置 然后到靠近内侧的这个地方 越过肩胛骨的骨骼造型 往下 这一块呢 其实是有一小 断三角形的肌件 然后再往下 今天这个斜方肌 在体表就不太容易看到了 不过我们可以 大胆地把它画过来 然后下面还有一点点 这个肌件 上面有一个类似于 菱形的一个肌件 这是斜方肌的 达致形态 从人体的体表推测出来的 然后这个尖三角肌呢 同样也是在这个骨骼的另一侧 这个同学他画的呢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太大毛病的 只不过这两块肌肉 没有很好的接到 肩胛骨的肩胛杠上 大概是这样 这是港下肌 贴着港下肌呢 小一点的这个是小圆肌 然后从下面这里 有一个稍微大块一点的 是大圆肌 大圆肌呢 是穿到前面去 小圆肌呢 是在后面 手臂呢 三头肌呢 是从这两块肌肉中间穿出来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呢 还好 它是有连接的 很小很小的一个问题 对位置不要画出一个小角来 要注意尖三角肌 整体的一个形态 不要被某一个小的起伏 太过于干扰 其他的都还挺不错画的 那么同样的这个也是 这个女性是偏瘦的 偏瘦的话呢 他的骨骼形态就比较突出了 那骨骼是突出来的 那么在肩绷的这个位置 突出的这个突起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骨骼的造型 另一侧同样也是 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